我要讲的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事 他们说你买一个iPhone手机 我讲的不是富人的话题 你讲一个iPhone手机 说是几千块钱 对吧 那么我说 这个也几千块钱 北京故宫里是没有的 他想有也没有的 这是日本人印的 我要讲的就是机械复制时代 你知道复制 咱们的千载难逢的幸运 就是说几千年的古代人 多么有钱的人 你见不到的 你见不到 可是现在说实在话 一个iPhone手机 那么和一个这个 而且你看 你看他这个盒子 这是宋徽宗的瑞鹤图 日本人印的 然后他这个画原本印在捐上 现在还印在捐上 老实讲 我这次去台北故宫 看这个富城山西图 我拿着放大镜 隔着玻璃窗 我仔细比对 我在家看 富城山西图 日本人印的复制品 我看了两礼拜 然后我仔细比对 老实讲 介于主观客观之间的一点 你觉得这是真的 那是复制的是吧 基本上咱们这种大老醋 没有什么差别 甚至更清楚 你看印在捐上 一模一样的 这就是机械复制年代 慢慢来 别紧张 太紧张了 你看咱们宋徽宗画的瑞鹤图 你要知道几千年多少人出多少钱 他看一眼 他都看不到 今天的人这么样的容易 你看看他颜色 张老师你瞧白鹤上面的有点白粉 似乎他都印出来 我就给你讲今天的复制的技术 你看这是他的皇帝写的字 寿金体著名的 你看他这个 当然看电视只能是遭检了 是吧 就是说 但是你看他印的捐上 我就跟你说跟真的 近乎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所以我为什么说 这也是我不赋予的人 是不是也可以有这么一种 对 这不以前好像是张爱玲就有过这么一种说法 就是说人家觉得你这么一个大作家 而且他是世家出身 就是很懂这些艺术传统的 可是家里边为什么就是好像墙都是白的 然后他就是说过类似这个话 就是说我为什么要把它都放在我的房子里 就是我去博物馆 他就是我的 在我去博物馆的那一刻 他就是我的 同样的我觉得是一定要把它买到手这件事 只有某些人是有这种欲望的 这是极少数人 我觉得这还是极少数的 大多数人是不会讲的 当然有些比如说人家水平高 人家较真的人可能就是说 那没办法 我们就是一般老百姓 可是我觉得今天的科学技术不要悲观 它提供了真是一个很大的福气 你想喝这么多的东西 你可以放在博物馆给人民分享 你想想已经有两层是以前的古代的是没有的 一个是博物馆这件事 没有 当然我们是从西方学来的 这博物馆以前都是要贵族家里面收藏 这有朋友 只有几个朋友能 风雅之士或者皇帝 好了 皇宫里面那能有多少人看 对吧 这博物馆就是任何人 只要你买票都可以看 对吧 然后就是复制 积极的复制 而且这个技术在接近 非常越来越精致 所以使得观看 观赏艺术的人群一下扩大了 那就是多少万倍的扩大 没错 再有一个 我倒是觉得 这种东西就是看你跟它的私人 你跟原作的关系到底是什么 如果你真的是特别的 又懂 你又非常在意 非常珍惜 那我说实话 我还是觉得你在家里看一个卷 它到底还是一个复制 复制再好 它没有那个质感 我还是更愿意到博物馆 博物馆去面对原作 它原来的尺寸 原来的质感 哪怕它上面 甚至我觉得你这个纺织特别好的 我都感觉有点太好了 你明白吗 它怎么没有什么瑕疵呢 你进去看它平展展的 但是对有些东西 我觉得你不那么珍惜的东西 我就举一个例子 正好戴了一块表 这表按说应该是名牌的 但是它是假的 这是复制品 我是说这是朋友送我的 我可能不应该说这个朋友的名字 因为他是很懂这些表的古董的 他知道表的所有的历史 哪家最好的表 什么名牌里面的机械 但是我戴的所有的表 已经有十多年 都是这一个朋友给我的 但是他就收藏复制的表 因为他说收复制的表的工艺已经到了非常的高 就他给我讲的这些 你从这个表壳里边外边打开机械什么 跟圆表一样 对 为什么 我并不在意非得要带一个圆货的表 手表这件事对我来说 比如说跟画或者跟月不一样的 没关系的 但是我觉得它挺好看 没关系 所以说我过去说 很多人就像本雅明你说 他们在研究 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视觉经验 都是复制 在此同时 你比如说照相树的发明 也让我们的复制技术 达到了历史上最前所未有的一个程度 我们今天你说 你想象的你看到的金字塔 卢浮宫 多少人是通过画 一个复制的东西 你得到的印象 不过这里面有一点 就是本雅明很强调一个东西 因为他强调我们的时代 因此也成了一个灵光消逝的年 他那个灵光 他原来用了这只aura 对 就比如说你艺术品 以前的艺术品 比如说所在深宫之中 大家看不到 听不见 可能你要有很好的运气 一辈子的时间 你才偶尔碰到 于是那时候你看到那个艺术品 你看到的是那个艺术品 围绕着一个神秘的 看不见的光晕 对不对 你觉得很感动 那么今天 由于复制品太多了 所以你看到这座原作 你也没有了灵光了 这个光也太容易了 你讲的特别好 这所谓的原作是什么 你讲的特别好 所以下一话回来 我给你看一组图示图像 咱就能说明灵光没有了